塞尔维亚是个怎样的国家 为什么和中国关系这么挺 塞尔维亚是一个位于巴尔干半岛 具有历史文化悠久 人民热情友好 体育实力较强等特点的国家 中赛两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 两国之间的友谊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 1955年中国与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 两国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 70年代末 南斯拉夫获得苏联最新式的T-72坦克后 很快就无私分享给了中国 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期间 一架B2A隐形战略轰炸机 将炸弹投到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成为两国人民心中共同的痛 南联盟解体后 塞尔维亚成为独立的国家 2009年中赛两国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两国在政治上相互理解和支持 塞尔维亚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与中国有着相似的政治理念 经济合作方面不断深化 中国企业在塞尔维亚成建了 贝尔格莱德跨多脑河大桥等项目 两国共建的一带一路重点项目 凶赛铁路塞尔维亚段建设 也已接近全部完成 2016年6月 中国领导人在贝尔格莱德 同塞尔维亚总统尼克利奇举行会谈 双方一致决定将中赛关系提升为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文化交流方面日益频繁 双方在教育、科技、艺术等领域的合作 不断加强 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另外 在全球疫情爆发之时 当塞尔维亚面临困难时 中国曾提供医疗队援助和医疗物资支持 这种患难与共的经历 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之间的关系 中国与塞尔维亚两国的关系发展 是建立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的 通过不断的交流与合作 中赛关系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2017年 塞尔维亚成为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 对中国免签的欧洲国家 2022年 中赛双边贸易额超过35亿美元 其亿每年超过10%的速度迅速增长 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5月5日 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街头 挂起了巨富五星红旗 这一场景迅速在网络上引起了热烈反响 一位中国居民在当地日常出行时 偶遇此景 感到既惊喜又自豪 这不仅彰显了中赛两国的深厚友谊 也映射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那么中赛两国有没有可能再次提升合作等级 发展成为全天候战略伙伴的可能呢